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当朋友 我们从新闻上和一些报道上发现说 偏乡的资源跟都市差很多 我们用记性还有试试的方法来了解他们 我们在记性的时候都懂很久他们都没有回信 然后我们发现原因是因为他们每次要记性的时候都要到离都市比较近的地方记性 所以他们都要有一个家长到比较靠近都市的地方 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的 教室的人数他们比我们少很多 他们一个教室也就只有四个人 可是却像我们的教室那么一样大 因为比有家乡的名产是茂骨干 所以我们就开始帮忙一起卖茂骨干 透过完成EPB的订货交货给了我们实际了解如何将辛苦的收成 转换成实质的收获的机会 真正体会到其中的不容易 看偏乡的人交比用 然后也可以更认识偏乡他们真正缺乏什么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跟我们有差很多 他们有学一些音乐跟我们一样 而且他们会的还比我们厉害 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装帽红利盒 因为我平常都是用塑胶带装帽红 所以我这次特别向爸爸学习如何装帽红 到比友的来际我非常感激 我每次开机时我都很好奇也很期待 我最大的改变是 把家中的帽红成功销往北部 把美味的帽红分享给更多人 最浪漫的事情是 和你们一起逝去 还有带是大不小的小朋友们 一起出去看班级的新菜园 明镇帽红干 保证好吃 享受